下午接老二的时候 他正在幼儿园里洗手 小手搓得可认真了 回家后准备做晚饭 腌一些鸡肉 做一个网红的恐慌鸡丁 然后准备做麻辣香锅的各种食材 炒口馍鸡丁需要很多大蒜 放点午餐肉在麻辣香锅里 洗菜的时候老大按门铃 说去同学家吃饭了 先把鸡丁过油 然后炒葱蒜和蘑菇 放点红椒是为了颜色好看 鸡丁回锅后再加点生抽 这颜色看上去是很下饭的 做麻辣香锅用了块火锅底料 我放了木耳笋 蘑菇 午餐肉 洋葱 最后再加点宽粉 出锅撒上芝麻和香菜 老大也不回家吃饭 青菜我就只炒了一小颗 主食是自己蒸的馒头和花卷 麻辣香锅就着馒头吃 感觉比米饭还香 感觉比米饭还香 给米饭